心情上的激動 因為這個中央政府真的是盲目的人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 叫李根正 我們今天這場記者會是 召集號召所有關心這個案件的朋友 一起上街頭 來到這裡跟大家表達我們的心聲 那接著呢 我們會把我們完整的訴求 跟大家說明 時間可能會有點久 那不好意思 但是我們會把我們的訴求盡量精簡 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好 把那個痛先收起來 然後我們接著就放比較低的位置就可以了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地球公民基金會董事修花妹 來跟大家說明 我們針對昨天這樣一話講的二要三步 提出我們的回應 謝謝 謝謝 各位親愛的媒體朋友 還有我們各位高雄的鄉親 感謝大家今天來到這邊 太陽很大 太陽照得我們皮膚刺透 可是跟我們七三一所有受難受災 以及已經死去的朋友來相比 我們太幸運了 因為我們還有機會 在這裡 跟我們這個 只會人選卸責的政府相夥 跟這些沒有良心 沒有良知的實話業者 跟他們對抗 要求還給我們高雄幾百萬人 一個安全的生活環境 我要在這邊代表地球公民基金會 回應 江院長的二要三步 我要說 江一化 你被高雄人死當了 死當江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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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求江一化要退回二要三步 我要在這邊說明 為什麼這個二要三步 只是人選卸責 不負責任的一個原則 讓高雄人完全不能接受 首先 我要說 二要完全就是敷衍高雄人 第一要要組成十個人的專家小組 我們要說行政院 停止用嘴巴跟專家治國 長期以來 台灣有各種各樣的專家會議 但是八八風災之後 同樣成立了十個人的專案小組會議 專家會議 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不了了之 放一個聲 我都沒贏了 這一次 這麼大的災難 我們還不能繼續教訓 我們還要直接 把這個東西 就直接推給十個人專家 就說 我有在做了嗎 這麼做 是怠惰 是失職 是私人 高雄人不能接受 第二個 這個二要 第二要 第二要是什麼 要匯整 成立全國的資料庫 請問大家 台灣發展實化業到現在半世紀 現在才在匯整 而且 當要說匯整的時候 完全沒有提到 中央地方 主管的經濟部 以及地方政府 乃至實化業者 到底要怎麼強制實化業者配合 改革的時間表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說 就說要匯整 那說要匯整 以前不是也發生過很多次了嗎 所以 我們不要這種敷衍高雄人的二要 再來 關於三部 三部完全是卸責 中央政府有這麼好做嗎 長期以來 把所有的實化災難 實化風險 實化污染 留給我們高雄人 現在出事了 跟我說 檢定輕輕鬆 簡單單說一個三部 叫高雄人 如何可以接受 第一步是什麼 不利專法 不利專法去管理這些管線 張院長說法令已經很完備了 請問 假如一切都已經這麼完備 為什麼到現在 災害發生到現在 都沒有人拿得出完整的管線圖 為什麼到現在各級政府還在互踢皮球 為什麼經濟部長杜子君他坦承 造勢的實化管線 多達21年 都沒有政府單位在管理 依據 法令完備 就要敷衍我們嗎 為什麼到現在 行政院都沒有完完整整的去檢視這些法令 重新告訴我們 法令就令 哪裡過去有規範到 哪裡失職了 哪裡不夠完備 所以我們要來修補他 完全沒有 這個是自高雄人 治全台灣人的生命安全於不顧 是一個卸責偷懶 不負責任 無能的政府 我們要適當這樣一話 第二點 第二個不 不什麼 他說不編列災損跟重建的特別預算 長期以來 實化業者總公司設在台北 在整個中央收起 收到油洗洗 出事情的時候說什麼 你們高雄市政府自己去改改 你們高雄市政府自己去改改 你們高雄市政府 用我們民眾 我們的錢 跟市政府的意思 來處理 如果真的不夠 才來跟我們說 有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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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市政府已經說 只有那條路就要19億 中央政府連這個19億到現在都沒有回應 我們災後重建之後 我們所有災民的 所有從各種民生管線 道路的重建 社福機構要投入多少心力 來協助所有受創 受傷的災民 我們的社福經費恐怕都不夠了 你現在還要叫高雄市政府 用我們自己原來的預算 來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說不夠再來求 再來求中央政府 等到這件災害過去後 全國的媒體不再關注這個事件的時候 請問 誰還會把預算拿出來 這個充滿算機的執政黨 他會把預算拿給我們高雄市民嗎 我們反對 用這種方式敷衍高雄人 反對 排擠我們在這麼艱難的時刻 排擠我們高雄的正常支出跟預算 這個是在落井下駛 在我們最艱困的時候落井下駛 這個是不對的 第三個不要 他不要什麼 他告訴我們 他不成立專責重建機構 我們要說 跌不跌床架屋 是一回事 我們確實反對行政部門跌床架屋 但是這次重大的災難暴露了什麼 台灣除了風災 我們在一次一次又一次的風災 只能勉強回應風災而已 台灣各級政府完全缺乏對化學災害 對工業災害 對核災的回應能力 在這種狀況下面 你看到這次的結果是全部的人束手無策 導致我們這麼多消防人員 這麼多無辜的居民亡死受傷 家園被毀 已經發生這樣的事情了 他跟我們說都不用處理 不用專責機構 這個是什麼 政府到現在都沒有痛定失通 三兩句就輕描淡寫 無能無知冷血的要 回應我們高雄市民的傷痛 這個是在我們的傷口上傻言 這個是高雄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二要三部 在這邊我們要說江儀化 你一定要我們要求江儀化退回二要三部 各位我們一起來喊 江儀化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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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回二要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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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我們接下來 稍後會請我們地球公民基金會的副執行長 王敏你來跟大家說明我們的訴求